阿璇,你是我的了,穿梳第一夜,偏执反派爬上我的床 黑暗中周牧的纸被贴上我的脸 他以为床上的是他的心上人宁子璇 却不知是他生平最厌恶,自小以折磨他为乐的我 宁家竖出大小节宁子言 那一夜,我成了周牧最不堪回首的错误 此后今年,夫妻疏离冷漠,一生亦不过寥寥数面 可走向剧情终点时,他却放弃一切,自吻于我目前 我昏昏沉沉了一夜,结束的时候就又格外清醒 烛火点亮的那一煞,我不出所料的看到了周牧眼中的不可置信 他的手颤抖着紧握成拳,清俊的面上乌云密布 怎么会是你,声音比以往更冰冷 我在他眼底看见了迅速运起的杀气,垂了眼更加不敢看他 嗯,你们颤抖的声音传来 我那平日里总是对我极尽纵容的父亲此刻铁青的脸,样子十分难看 我搂紧被子,故作交流的小声唾气着 凝腹见状,火气更甚,大吼了一声 周牧,你给我滚出来,周牧近乎绝望地闭上眼,深吸一口气 再睁眼,眼底的犀利锋芒更甚 英子言啊,真是,晦气 他披上衣服,刻意胆了胆灰 仿佛我是什么脏东西一般,便昂首走了出去 我是穿书来的 刚穿来的第一天,反派周牧爬上我的床 三日后,一顶花轿从小门走 我仓促低调地成了周牧的妻 洞房花竹夜,新郎没有踏进房门半步 小姐,姑爷她怎么这样 要不是老爷这些年一直提拔她 她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当上副将,贴身侍女乐兰,替我抱不平 我接下盖头,摘了光彩夺目的凤冠 墨地鸣嘴一笑 我爹是对周牧好,但对我更好 遇到什么事,还不是第一时间偏向我 小姐,您不生气吗 她狐疑地问我 我生食妖气,一切不过是在走剧情罢了 只要把剧情走完,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是这本小说里的恶毒女炮灰 名字言,明大将军府上最受宠爱的娇纵大小姐 在原书中只出现了寥寥几次,比墨甚少 虽是述出,却心比天高 一心痴恋着第二小姐宁子玄的官配 也就是男主六皇子丽巡 聪慧端庄的宁子玄和霸气魅脸的丽巡 正是原著里的双强主角 而我,不过是衬托女主美好品质的滑稽小丑罢了 唯一值得说到的功绩 就是永远在反派的雷点上蹦跋 周牧从小是我院子里的杂役 被我呼来喝去,肆意折磨 只有宁子玄看不过去 偶尔带点东西送给他 对他嘘寒问暖 说起来,周牧这个名字还是我起的 牧者,放养牲畜 我对他的倾鉴不言而喻 宁子玄是他那段黑暗时光里唯一的救赎 也是他之后无数日子里的心魔 他为了他,短短几年 从一届仆役摇身 已变成了意气风发的少年将军 也是为了他,几度搅动朝堂风云 最后还联合敌国起兵造反 意图将宁子玄抢回身边 原著没有完结 所以我并不知道周牧的结局 想来不会太好 毕竟他可是作者写在文案里的大反派 反派,周牧,其他相比之下 宁子玄的结局就很简单了 他因为受不了惊中的流言蜚语 加上今年受周牧冷落,欲结欲心 在周牧起兵造反后不久 他便用一把剪子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后面的情节戛然而止 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周牧的反应 消息传到边赛的时候 周牧还在叫场练兵 夫人莫了,小兵没有过多解释 世人皆知将军厌恶他 可周牧却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大步往外走 将军,您去哪呢 我,我回家,回家呀 周牧说着,语调平淡,脚步愈发匆匆 可是您的营帐在另一边 他又走了一段距离 滚滚黄沙中才猛然回过头来 不对,我应该骑马 可小兵把马牵到他跟前 他上了马,又仿佛大梦初醒一般 落寞地下了马,无视发生般练起了兵 众将士摸不着头脑,也没当回事 到了晚上,周牧合眼睡到一半 发起了高烧,面烫如火 不甚清醒的楠楠 假的,他才不会就这样轻易认栽呢 身边照顾的众人当下都愣住了 周将军这是在说谁 又听他继续 不是还要等我抢回阿璇再承训而入吗 哼,你当年对我的种种羞辱 休想就这么一笔勾销 他越说越多 终于,最后一勾引引带上了哭腔 尹子岩,你疼不疼 此刻,大家方才明白过来 周将军今日如此反常 竟是为了那早年倚仗权势强架于他 轻薄无形的正头夫人 从前一年都见不上两三面 见了面哪回不是不怀而散 现下如此 当真是令人折舌 可眼下 我还是那个令周梦厌恶的宁子岩 那个又蠢又坏 阴差阳错 搞砸了一切的恶语 那日公宴 宁大小姐看到丽巡对宁子玄在诗会上的作品青睐有加 还亲自下场当众对诗 一时镀上心头 将手里的怕紫角的死死的 她是个急性子 当天夜里 宁子岩就杀到了丽巡下榻的明华宫 至于丽巡怎么会醉到 连自己家都回不了 想也知道是谁的首帝 宁子岩在酒里下了和欢伞 想趁机生米煮成熟饭 一锤定音 仗着自家老爹 丽巡哪有不从的道理 她甚至通知好了蒲丛 明日宫门一开 就抓着老爹过来捉奸 可没想到丽巡是装的 她没醉 宁子岩连她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被丽巡嫌恶地躲开了 宁大小姐 请自重 宁子岩眼睁睁地 看着丽巡点了自己的穴 不要留在这里 姐姐可能又叫了人 她的妹妹宁子玄 从一旁隐蔽处走出 皱着眉望向她 然后她就被被子一裹 毫无联系地扔到了宁子玄的床上 宁子岩动弹不得 喘息一出唇叛 面上染上赤霞 稀嫩的手烦躁地牵扯着沙衣 她同样喝下了加了和欢伞的酒 这个恶女狠起来 连自己也不放过 就在她情动难耐的时候 一只冰凉的手贴上她的脸 阿璇 你睡了吗 来人仿佛在急于确认些什么 黑暗中看不见眉眼 也能感知到那人的压迫和冷冽 阿璇 你不喜欢她的 对吧 宁子岩脑中混沌 不等她继续说 呼得仰头吻了上去 流连不邪 半晌 她稍稍退去 可身前人却不放 俯身加身了这个吻 罢了 就这么错下去吧 嫁给周末后 我便如书中那般 被周末发落到了 与她所在的主院 距离最远的北院 主打的就是一个眼不见 心不烦 好在现在的节点 距离宁子岩死去 只有七年 在这七年里 他们也不过见了六年 平均一年不到一次 冷漠疏离至极 前两面还是在 回宁和入宫拜谢上 她总是走在我前面 紫衣素领 从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就连我为了追上 她重重地摔在门槛上 她也未曾停下步履 周末 你等等我啊 我嘟闹着换她 她冷冷一瞥 像寒冰一般 我终于脱口而出的 称怒便戛然而止 我回到房中 俯着小腿上的淤青 还是抽抽搭搭地哭了一场 我委屈得要死 可我理解她 周末 她是最不该对宁子岩 存有温情的人呀 日子安安分分地 到了第三年 这三年里 我们互相不过问 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 但是周末的一切动态 我都了然于胸 毕竟我需要知道 回去的节点 娶了我 周末在官场上飞升神速 元和15年 他就已经是 单独统领玄甲军的将军 圣上特班称号 这在大晟开国以来 还是头一次 好景不长 我迎来了见周末的第三面 小姐 大事不好了 乐兰很急 一个军中打扮的人 在门口求见 那个人说 周末快要被我爹军法处死了 请我过去求情 我知道这件事 时值两军对峙 数日前 敌国唐国大军 破了我大晟的前线都城 宁子玄身为六皇子未婚妻 当时在城里救济百姓 被唐军趁乱里去了 这是女主的高光时刻 她不仅会安然无恙地回来 还会在弹国大放异彩 我不急 但周末急呀 她连夜阻立一只私兵 抑郁夜袭残军 结果被申为 主帅的我爹发现了 阵前抗命 自乱阵脚是我爹的大忌 老头子气得不轻 周末又抵死不愿放弃出兵 则仗一摆还不够 眼下竟是要当众处斩 宁子玄被俘 前些日子 必寻又被皇帝紧急召回 原水解不了尽可 将士们情急之下 死马当作活马医 这才想到了我 周末才不会死 因为我出场了 为了让剧情前后有铺垫 我一个助跑 扑到了周末身上 替她挨了一棍 身上很痛 眼泪顷刻间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处罚的人立刻停了下来 周末抬头见识我 眼底闪过一抹惊讶之色 妍妍 你来做什么 我爹惊讶愤怒痛惜 胡子一翘一翘 不怒自威 我眼眶通红 哭得梨花带雨 跪在我爹跟前 好啊 你相信他 这小子 捏着几千人的命 去换他的儿女私情 你知不知道 他是为了谁啊 女儿当然知道 周末他是为了大胜百姓 我魔光闪烁 躲闪过了我爹一切看透的眼神 强称道 周末是什么人 爹爹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我尚能信他 爹爹为何不能 我爹凝神忘了忘我 陈寅道 你真这么想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小子三年都没踏入你房中 哭 我有些难堪地垂下了头 理了理情绪 正想开口说话 宁子言 周末不知何时挡在了我身前 声音低下来 别说了 周末光着上身跪下 宽肩窄腰 魁梧高大 我在他面前竟显得十分娇小 后背上全是军棍的红痕 他不忘将我往他身后一扯 顺势靠在了他肩上 三年不见 他的戾气居然消散了不少 按照书里的发展 随着宁子玄和力寻感情欲见 不可避免地与他渐行渐远 周末此时本该变得更加暴力偏执 可他挡在我身前的那一刻 我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安和平静 或许与我而言 周末自出现在我面前的那刻开始 就是鲜活的人 不再是扁平的纸片 周末扬起了头 宁将军 周末在此立下生死状 此战不能收复失诚 大败敌军 便以命偿还大胜 我一字不差地听着 我知道他会赢的 虽是出于私情 周末却是难得一见的将材 不仅自己骁勇善战 在攻防调度上也是用兵如神 这一战 同样也是他的高光时刻 他会一战成名 加官进决 在此后数年一步步走进权力中心 今日的戏份算是拍完了 我栏栏起身 末了 又听周末加了一句 还有 请将军放心 从前是我错了 今日以后 我会对阿言好的 我一时愣在了那里 你干嘛要说这种话 我插腰栏在周末跟前 称怪道 我60岁的老头子都要骗 有没有良心 你不也是 周末协捏了我一眼 叔弟捏住了我的手腕 还说什么相信我 肉麻死了 我的脸烫了起来 周末眼睁睁看着 几乎是一瞬间 眼前明媚中 带着丝丝清冷的少女 从她的脸颊开始 一路红到白皙的颈尖 就连软乎乎的耳垂 都染上了一层粉色 我被她盯得不自在 眨巴眨巴眼睛 语无伦次地背起了台词 那当然 我可不想这么年轻 就当了寡妇 你要死 也得拆散宁子玄和丽巡再死 然后 就眼见着 方才唇角还带着笑的男子 一寸寸黑了脸 我爹终于转了周末出兵 可万万没想到 他临行前 还把我偷了出去 这忌愁的莽夫 亏我还为他的体贴感动 他就给我来了这么一手 醒来时 不见温暖的炉火 和床边的乐兰 入目只有浓重的夜色 和呼啸的寒风 我承认我慌了 马蹄塌塌的声音 在夜间异常清晰 周末乐在我腰间的手 猛的一手 我贴上了他胸前 掺着体温的铠甲 他一手牵着江绳 言尾得意的上扬 醒了 我一脸茫然 我是谁我在哪 周末靠近我耳畔 耳并思摩 气氛暧昧 内容却非常不利于我方 他说 不能让谭君发现 他们抓走的是宁子玄 所以得让与他容貌相似的 我去宣承老老实实的 带坐几天六皇子未婚妻 这书里没有啊 宣承是目前 大圣退守后边界的第一线 起初 我对这偶然触发的隐藏剧情 并没有什么激情 不就是做咬舟的大妈 皇室吉祥物和假孝工具人吗 谁不会啊 可是 宣承有周末 拨来照顾我的圆脸女孩佳佳 她会每天往返 十里道月牙泉 替我取来最清澈的泉水洗漱 会给我讲宣承里的大小故事 有周末麾下才十五岁的小将小虎 人如其名 虎头虎脑的 周末都吩咐了 要叫我王妃 只有她每次都叫错我将军夫人 周末演一票 小虎夜里就要苦哈哈的多跑十圈 有替我挡下谭君一剑的吉拉 他说我脾气肉嫩 娇娇气气 一看就是个没用的 这种苦只能他来扛着 我的确是个没用的 哭了半宿 吵得他心烦 还把自己哭晕过去了 有一开始 看不惯我的副将礼商 真的兵民城下了 他却一场冷静地把包裹扔给我 嘱咐我顺着密道离开 将军稀罕你 你不该死在这里 如果你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就不会对这里的人和事无动无衷 好在我知道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周牧连夺三城 立挫谭君 一时名声大胜 可惊奇下 周牧托起宁子玄的手 将他归还给立巡的时候 他眼睛里的落寞虽然藏得很好 还是随着周身的冷意 慢慢渗透了出来 意气风发的将军 在沙场上运筹帷幄 却握不住自己的心上人 我在不远处定定地望着他 他看过来的刹那 又忙不迭地错开了眼 因为半个时辰前 我们完成了梳理的第四面 剧情是周牧在回宣城的路上 欲对宁子玄袒露心迹 我碰巧出现阻止了他 我拨开挂帘时 见到的就是 马车不大不小的空间里 宁子玄整个人困在周牧怀中 双颊飞红 隐隐有几分窘迫 我愣了一下 不动声色地拉开周牧 挡在前面 妹妹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侧眼看了下周牧 微微挑眉 又补充了句 立雪已经在宣城等你了 周牧皱了眉 眸间陡然间怒气腾声 宁子玄 周牧翻过我的头 强令我看他 你最好没有乱想 当然 我微笑着敲打他 周牧 你在我心里 是正人君子 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能把半生就落了个乱臣贼子 伏法授诛的结局 千万不要 你不该这么傻的 我很矛盾地 既期待着剧情正常进行顺利回家 又在某一瞬间 希望着反派周牧 能有个不一样的结局 可话音刚落 周牧却猛地将我拉入营帐 天旋地转 我在他身下 没有想象中的碰撞疼痛 他的手护在了我紧后 又怎会阴差阳错让你得了手 他双眸微眯 冷意胜胜 然后 轻声而下 他的气息铺天盖地 仿佛要霸占我的所有思绪 第四面 又是不欢而散 我坐起身 抚摸着泛血破皮的嘴唇 拢了拢凌乱的衣衫 一时不知道做何感想 他亲了我 还恶狠狠地啃了很久 结果聊完就跑 一句话都不解释 记仇的家伙 此后 我回到了圣经 继续我那朴实无华的百烂生活 第五年元旦 周牧照例回来见了一面 茶水沸腾 胡锯叫嚣了几回 静视里 我与他相对无言 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茶 你上次 我想问周牧 上次为什么亲我 他却打起了叉 说起丽玄的近况 说丽玄和宁子玄感情甚堵云云 这些我都知道 你不用告诉我这些 我心里生起一阵烦闷 打断周牧 心想这关我什么事 周牧顿住 握着茶杯的手 不自觉地收紧 纸截都微微泛起了青白色 的确是我废话了 你知道的肯定比我要多得多 眼底的光暗淡了下去 他生气了 我垂下眼帘 心里堵堵的 片刻 他起身 我要走了 这么急吗 惊讶之余 我开始恍惚地意识到 我们只剩下一面了 于是在周牧走前 我塞了个绣带给他 上面绣了只燕子 针脚很丑 我也就只能努力到十字绣这个水平了 这什么 他有些意外 绣带捏在手里把玩 有些爱不失手的意思 你绣的 护身符 我搪塞它 我爹让我做的 你好歹收了做样子 谁知道起不起作用的 有总比没有好吧 周牧有些不好意思 方才还冷肃面容竟舒展开来 我都不知道你会针线火 然后顺手塞进了怀中 绣带的暗处 绣了个道二 是我为我们的见面做的标记 宁子言 你若是待着无聊 我带你去宣城吧 周牧忽然道 家家 小虎他们 总说想见你 我当然很想去 我去宣城的话 我们会见面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应该 偶尔会 周牧盯着我脸上的表情 俊言有些乃然 目光渐渐灼热 我摇摇头果断拒绝 那我不去了 本来就只剩一面了 还是老老实实走剧情 别到时候又出点什么事 担我回家 周牧背过身 整个人静默在窗帘投出的阴影里 半晌 他语气冷冷 丝毫没有犹豫地掉头就走 那就不去了 这人 没有得一次见我是高兴的 就不能好好相处了吗 周牧去得匆匆 几日时间 却给我带来了灾祸 陛下最小的女儿 程阳公主 看上周牧 我会退出 我淡淡一笑 问题的关键 从来不在我 这段小说里没写 我只知道 程阳公主最后逼婚没成功 却没想到 女配的境地这般惨烈 她找了个理由 把我关进地牢里 在那里 就连最低等的奴役 都可以折辱我 进地牢的第三日 我的脸被毁了 被刀子生生弯了几刀 最长的一刀 从眉角延伸到甲边 程阳公主是个恋爱脑 就算知道周牧另有所爱 还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隔日 大圣皇帝变下了圣旨赐婚 令我改嫁他人 程阳公主 也当即出发去了 周牧常住的宣承 可不到两日 又灰溜溜地跑了回来 她说 周牧没等圣旨念完 突然站起身 把圣旨撕了个粉碎 脸色沉得可怕 吴医生只有一期 绝不另取 看到我写的和离书 她当场吐血昏迷了一日 清醒后急着回京见我 军衣阻拦后方才作罢 程阳公主再行逼迫 周牧拔刀损毁了自己的容貌 利落地斩下了自己的小指 倘若公主执意逼迫 无便以命报偿 然无期决不弃 周牧表现得仿佛他爱极了我 可是我知道 她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保护 她真正的心上人名子权 是以她表现得越深情 我便越觉得心中苦涩 一日日消沉下去 你可以走了 地牢里 程阳公主冷哼一声 周牧都说动我六哥来说情了 我戴上面纱 忙然无措地回到府中 进门后的那一煞 便是紧紧将房门关上 壮的某人发出了一声闷哼 阿妍 让我进去是周牧 现在正是两国交战最激烈的时候 她竟然偷偷回了京城 走 我努力平复着声音里的颤抖 我不想看见你 阿妍 你要我亲自赶紧走吗 我红了眼眶 我原以为自己可以作弊上官的 况且又是别人的身体 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有些绷不住了 半夜睡到一半 我翻了个身 叔弟后背撞上一堵肉墙 回头一看 竟是周牧 下意识地捂住脸上的面纱 我没看到 她从后面拥住我 语气压抑到了极致 慌张过后便是低哑了下来 我不会看的 我转过身 把脸埋在了她怀里 一瞬间泪如滴血 阿妍 对不起 她沉默着将我圈在怀里 紧得不能再紧 没多久 承阳公主死了 战局不明朗 两军对峙过久 主和派希望能通过和亲的方式 结束战争 不知怎滴 和亲的公主选上了承阳公主 其他公主病得病 伤得伤 饶氏皇后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承阳公主还是上了和亲的花轿 待了小半个月 人就有些不正常 据说 谭国国君竟然默许几个儿子 甚至沉下轮流分享承阳 把她当成玩物一般 再后来 承阳不堪凌辱 在他们循环作乐时反抗 被毫不客气的一刀毙命 异国公主 甚至没有葬礼 谭国找了张草喜果了 就把她完毕归照了 我知道 这一定和周牧脱不了干系 如此狠独迅速 倒是和我刚穿来的时候的周牧一模一样 我原以为这些年 她性格变得柔和了 其实并没有 她只是为了别人暂时收敛了脾气 信上写 晚成之节 无受使伤 幸而为伤命 带乳之衣服也 我礼貌性地回她保重 注意身体之类的话 其实我很想知道她具体伤在哪里 是不是很疼 但又觉得我们的关系 大抵还没亲密到那个地步 此后她每攻一城 每胜一战 皆有来信 信闻潦草 无非就是些战况汇报 心情如何 偶尔会有一些关于兵法和战术的困惑 周牧想法灵活 总是与军中老派意见相左 我看不懂 但我了解周牧的为人 周牧在用兵的心思上很单纯 最快的胜利 最好的成果 最小的损耗 这样的人不偏意逊私 受到的阻力是最大的 但这些对周牧来说都是小事情 我猜她现在需要的 只是旁人的一点支持罢了 现在写给了我 看来她真的是陷入到了无缘之地 我的心好像被什么揪着 茫然间似乎有股力量带动着我 比肩蜿蜒 我写下 但为而所欲 我猜对了 周牧的信越来越密 到后来甚至每十日一封 信中的态度也越来越和缓温柔 就连她本该十分烦躁的时刻 于信中揭不见半丝波澜 每每月信 总让我有种恍惚之感 仿佛我与周牧 真的是十分相欺的夫妻一般 当真是怪了 转眼又是一年过去 最新一封信中 她写道 无极客当还 忘期待我归家 信纸在我手里 输得掐出了一道深深的折痕 我没有等到周牧回来 她联合敌军 振前叛变了 因为宁子玄被诬陷是谈过的戏作 周牧为了替宁子玄洗清嫌疑 便自己弄了这么一出 只为了将自己的心上人摘干净 小说的高潮来了 哪怕我早就知道她不会回来 还是吩咐下去 将府中上上下下整点了一遍 小姐 咱们还等吗 乐兰看着桌上温了几遍的饭菜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我 撤了吧 我语气平淡 呼的一阵霹里啪啦的破碎声 一桌子的菜撒了一地 小姐 听到乐兰的惊呼声 我盲人地转过头 她的瞳孔里 印出的是一张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隐隐带着风魔般 猙獰扭曲的面容 是我的脸 我终于还是上了心 谭国这回来势汹汹 不知怎地 有如神柱般接连破城 大盛的安防 在谭国面前溃不成军 大家都猜是军中出了奸细 结果周牧就在这个阶骨眼叛变了 一个人吸引了所有的口诛笔伐 她周牧 为了宁子玄 甘愿做到这个地步 当真是痴心一片 我心里的刺 愈发向下 扎得愈深 现在说什么的都有 有说周牧是因为被力寻打压太久 不甘屈居人下 也有说她一早便是谭国的奸细 隐藏多年 只为了这一刻 说得最多的 便是周牧爱慕六王妃宁子玄 爱而不得 恼羞成怒 这回便是冲了抢人来的 我爹已经公开宣布 和周牧断了师徒勤奋 但还是堵不住这悠悠众口 如书中所说 被当成叛军家属的日子 的确很难挨 我连门都不敢出 堵在我家门口外面泼什么的都有 更何况 我还要在府中 等着我与周牧的最后一面 前几日 我将宁子玄的画像 送给了谭国君王 连同还有一封密信 上面我写道 周牧假意屈从 实则卧底抑郁 联合力寻理应外合 同时我安排了人手 伏击宁子玄 一月后 宁子玄被人追杀 坠落山崖 生死不明 力寻大痛 严定彻查 然而追查下来 种种线索都指向 已经叛变了周牧 我不知道周牧在打什么主意 可这样一来 怎样都足以让他颗粒无收了 当周牧发现 这些都是出自我的手笔之后 应该很快就会来质问我了 望着铜镜里 禽手峨眉的女子 我一笔一笔细细描眉 兴奋又残忍地想着 让她知道这些 知道我的死讯 这些消息 能不能将她的心 烧出一个洞 真该死 现在的我 都不像是我了 我分不清楚 到底是原本的宁子岩 变成了我 还是我本就是宁子岩 崩裂 黑化 一切都在按照 既定的路径进行 周牧比我想象中来得快 某日夜间 依旧是那只冰凉的手 抚摸着我的脸 将我弄醒了 睁眼便看见周牧手在我床边 撑着头定定地看着我 她身形依旧挺拔其长 只是眼神有些疲惫 见我醒来一瞬间 她的眼中亮起了光 周牧 我叫了声她的名字 紧接着就想坐起来 怎么就回来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 还没等我搞清状况 她俯身压了下来 大掌轻车熟路地 摁上我的腰肢 一瞬间 唇齿间全是她的味道 比两年之前的 那个吻还要激烈 带着些埋怨和委屈的意味 越吻气息越乱 直到我喘不上气了 她才松开我 马上又将我紧紧按在她怀里 你回来做什么 不怕被发现吗 我压低声音称怪她 不怕 周牧一身悬疑 嘶哑着嗓子 我说过 我要回来见你的 我垂下眼帘 雨掉冷淡疏离 下意识地与她拉开一个身位 现代人也见了 你可以走了 你在生我的气吗 她慌张地拉过我的手 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我本来写了那封信 后的第二天就要回来的 没想到局势变化得这么快 马上就有了新任务 后来六王妃遇袭 又耽搁了些日子 我保证下次不会这样了 所以 你们果然是 打得里应外合的主意 我了然一笑 因为是军中机密 所以才没有提前同你说 对不起阿言 我几乎冷酷地打断她 这关我什么事 什么 她眼底微光一闪 不可置信 我说 你有没有新任务 宁子玄有没有危险 关我什么事 我目光凌然 慢悠悠地摇起玉谷雨扇 你以为我会担心吗 不 我从头到尾在意的 从来只有力寻 宁子言 周末的声音沉了下来 声音几乎哀求 我知道你再赌气 不要说气话 我没有再赌气 你会来 应该已经知道了一切吧 没错 你们的计划是我泄露的 宁子玄也是我派人追杀的 我勾住了她的下巴 与带威胁的轻笑道 怎么 你要告诉我爹 告诉所有人 给我定个罪吗 可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呢 和我这蠢笨妇人 有什么干系呢 为什么 你要这么做 当然 因为我恨你们 我恨宁子玄 让我整日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恨力寻心里 从来只有那个贱人 无论我如何讨好她 她从来不看我一眼 我也恨你 我从小就讨厌你 你既然喜欢宁子玄 又何必来招惹我 宁子玄 我后悔了 她抱住我 声音里是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和疼惜 我不该对你这么坏 你愿意原谅我吗 这件事聊聊之后 我们重新来过 我推开她 近乎冷酷地背对着她 当然不愿意 周牧 我装了这么多年 装到你们都以为我放弃力寻了 才找到这个出手的好机会 谁要跟你重新来过 宁子玄就要死了 你身上通敌叛国的罪名也无法洗清 你们不会影响我得到力寻了 我会代替宁子玄 好好爱她的 说完 我仰起嘴角得意地笑了 周牧双眼心红地抱住我 仿佛要将我嵌入她的体内一般 不可能 你说谎 她还想说什么 可她已经说不下去了 一把剪刀插进了她的心口 血鼓鼓地流了出来 她软软倒了下去 那么烫 那么疼 现在还不相信吗 我猛地抽出剪刀 周牧 感受到我有多恨你了吗 我恨她把我变成了魔鬼 恨她说要对我好 却又总是义无反顾地奔向她的白月光 恨我们是那样一个开场 情思万缕到最后 却依旧不得善终 可是 我依旧相信她是爱上了我的 不然她不会到现在还在一位袒护我 不会这么毫无防备地受伤 可我不能和周牧在一起了 不仅仅是因为剧情走向 还因为我太讨厌现在的宁子言了 爱人的前提是先爱自己 真可惜 没能在对的时间点爱上对方 周牧 我们的最后一面 见完了 圆和20年 6月15 连下了几天雨 天气阴沉沉沉的 一身宝兰松花叶地裙 腰间坠青色丝带 满头注拆 碎珠流苏点缀其间 打扮一如荒唐初见那日 我记得那般清晰 插簪的时候连手都在轻轻颤抖 我支开乐兰 从绣篮中拿出一把提前藏好的剪子 无黑的铜人里平静无比 这是刺伤周牧的那把 她被就走时没有带走 现在我用她来结束自己的性命 利刃顿入胸口的时候 仿佛寒风劈开 却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眼前的一切都在迅速地模糊 抽离 与此同时 远在宣城的周牧 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心慌 他拂袖抽身就往外走 仿佛 有什么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马上就要消失了 他只盼再快一点 向着圣经所在的方向 宁子言在那里 他的妻子 他总归是要再见他的 番外 结局缘和二十年腊月 明天大雪 周牧用最快的速度剿灭谭君 谭国君主被他一刀毙命 仅剩的最小的皇子 战战兢兢地跪在燃血的刀刃前 宣布谭国至此成为大圣的附属国 丽巡挽着宁子玄的手 很欣慰地问周牧 想要什么赏赐 封侯败相对此时的周牧来说 一无反掌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要 他的心早在半年前 就死在了冲进圣经的那刻 宁子言毫无声息地躺在床上 并发整齐 一头拆环灰燃生华 可是他的脸是那样惨白 毫无血色 胸口插着的茧子已经被拔了下来 那里一片咽红 不知流了多少血 周牧的心口处 有一处一模一样的伤口 想到这 他的胸口顿时紧致到无法呼吸 他的气 那么怕疼 到底是下了多大决心 才以这种方式离去的 周牧从小就厌恶宁子言 多年以来 听到他的名字就避开 可是要对他改观 好像一瞬间就足够了 烈日下 宁子言小跑着向他扑过来 挡在他身前说他相信他 替他受罚 他明知宁子言个性顽劣 说不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却又不免生出半分柔软 只是挨了一棍 他的背上就清了一大块 归房里 周牧按着他上药 力道都这么清了 只是稍微碰一碰 宁子言压抑的物业声 都会大上几分 周牧看见他哭 心里急得不行 顷刻间软成了一滩江湖 姑爷 还是让我来吧 乐兰在外面不住的躲步 就应该让他来 要不他都不知道我有多痛 我们还是夫妻呢 宁子言埋在他怀里 又抽抽叨叨的哭湿了他的肩膀 那时周牧心想 不能再让宁子言疼了 是他没做到 周牧后悔了 他后悔不该在宁子言 摔倒在门槛的时候 赌气不服他 他后悔明明已经爱上宁子言 却一直以为 自己喜欢的还是他的妹妹 一次又一次 让他看着自己奔赴他人 他后悔明明疯狂地极度力寻 却不敢承认 不敢告诉他 倘若那天在茶室里 他没有别扭 没有傲娇 而是坦坦 荡荡地告诉他 我亲你是因为喜欢你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这一生他们分明也没见几面 可是这几面 就已经让他心痛到无可自拔了 却缓缓勾起了一抹笑意 后世史书记载 元和二十年 武艺将军中目大破贼二十万人 取义 使为下令复国 以此定天下万物休息 然将军记毙 乃自吻于其期目 年二十五 国人合葬于其期 故事传之 番外 原剧情宁子言的死讯传来的时候 中目心里一顿 然后就是无边的黑暗涌了上来 他死得很突然 他一点准备都没有 心里仿佛破了一个大窟窿 他这才发现 不知不觉 他已经对宁子言改观很多了 一开始 他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性责恶毒刁蛮任性 暗中使得坏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后来阴差阳错 发生了那样的事情 两个人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婚 这些年 他们是一对怨旅 他难受 他也不开心 在那些短暂的纪念里 他的性情越来越平静 仿佛被磨平了棱角 属于他生命里 那些鲜亮的颜色 一点点褪去 底下的人怠慢他 圣经的夫人小姐们 明里暗里嘲讽他 还有他最嫉妒的宁子玄 和他爱慕的丽巡 一直情色和民 这些周末不是不知道 可是从来没有帮过他 或许就是这些 不作为慢慢积累起来 最终压死了他吧 让他真正正视他 生起愧疚之心的 是承阳公主逼婚那次 为了不让公主发现 他对宁子玄的心意 他装出只喜爱宁子言的模样 言辞拒绝 让宁子言做了挡箭牌 可周末没有想到 公主这么狠毒 宁子言被毁了脸 当他抱着他 从地牢里走出来的时候 他将头埋在壁弯里 连哭都不愿意对着他 周末 我恨你 他一抽一抽的说 我诅咒你 再一次失去喜欢的人 你们不会在一起的 你将在余生里 独自忍受失去他的痛苦 宁子言咬牙切齿的说 你活该 周末想等战事结束 就放下这么多年的执念 跟宁子言好好过日子 他欠他的 就用余生慢慢还吧 也算成了他的怨咒 可他没想到 宁子言连这个机会也不给他 不过这也的确是他会做的事 宁家大小街 一如故事开始时 热烈和直接 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和方向 在这里分开 对他们来说 或许都是解脱 他对他是有过心软 有过愧疚 但也仅此而已了 番外 宁子言怎么也想不到 一觉醒来 我就和我的死对头结婚了 早啊 妍妍 身边的男人裸露着上半身 无比熟练的把我揽进怀里 用鼻尖巴撒着我的脸 起身就去做早餐了 我满脸红侠的躲进了被子里 在空白的大脑里搜寻了一遍 我有这段时间的记忆 但是又好像没有 就好像这段记忆是强塞进来的 经历那一切的 不是他本人一样 周牧 你说 我们怎么就结婚了呢 我对周牧的感觉还停留在 他说我小时候欺负的男生 然后我们长大后 就再也没有见面过了 直到大学毕业后 我来到新华中学做语文老师 周牧是物理老师 两个人因为经常抢碗自习罢课 再一次解下梁子 他真的很帅 也是真的和我不对付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就是这么简单 周牧仿佛没放在心上 他揉了揉我的头 宠溺地看着我 我心中一甜 还是撇着嘴问 可是一个月前 我们不还是死对头吗 嗯 这倒也是事实 周牧瞇了眯眼 呼得露齿一笑 或许是你的魅力太大了 我抵挡不住 什么意思 话音未落 我就被眼前人拦腰抱起 坐在把台上 由上至下缠边亲吻 杀着的裙子嗖嗖作响 在他长下如波浪般跌动 周牧 第欧欧 还有40分钟 周牧把住我的腰 低头看了眼表 勾唇一笑 还好留了时间 意乱情迷 光线迷离间 男人四笑非笑的脸 与少年将军在灯火下苦苦隐忍 却又按捺不住的脸庞重合 一瞬间 记忆涌上心头 我仰起头 很不客气地 把周牧的嘴皮给咬破了 所以那天在宣称 为什么要亲我 正中间眼角庆出泪花 兜兜转转 终于问出了这句话 因为我喜欢你 他望着我 黑眸蒙上一层水雾 眼底是无边的悲伤 和隐隐的期待 对不起 我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让你等了这么久 你还知道啊 我顺势贴上他的胸膛 那三个班的作文皮改 你全包了 周牧能不能打折呀